还有两大类 也是盘棉上的热门人气指标 就怕现在热门 但是是沙盘带亮的 大家都在出货 又该怎么办 会自己来请上来 他说也不是全军覆没的 比如说像航运 航运有些正乖离大 你要小心它可能会做修正 但是另外一个航运 航运这个是不好 可是这个就好咯 我还是你卖翻怎么卖 我高点一直突破 卖不下来我就抗跌了 先来检查这一类 所以我们先看第一类 第一类的话是乖离大 那正乖离是什么的正乖离 是季线的正乖离 所以季线正乖离比较大的 在盘比较不好的时候 它当然很容易会有什么 五叠的压力 季线在这 股价越离越远就叫正乖离太大 越离越远人牵着狗 狗中叫鬼回来 所以您的正乖离是季线正乖离太大 对 所以的话 像是看到惠阳 惠阳是属于散庄的部分 那它第一季的时候 其实获利应该也还不错 那最近的话其实也长蛮多的 所以你看它的季线位置在哪里 这一条就是帮大家画出来的极线 那有没有注意到 每一次乖离到这么大的时候 几乎什么都会有一次的回答 所以这次的乖离也蛮大的 而且的话还有一个重点 那之前会那么强 一方面还有一个原因 是因为它的熔券 昨天是最后一天的回补 所以你看看昨天熔券回补的时候 是不是直接拉到 乖离最大的时候 然后今天是不是就一根黑K掉下来 所以我们把它擦掉以后再来看 你看这个地方来讲的话 是不是黑K把红K给吃掉了 所以你如果要进场的话 还是要等到靠近季线附近 再进场比较好 你看昨天熔券全部回补完 在空头死了多多就止了 反而是往下掉 那如果在修正正乖离会往下回 对它有兴趣的不急着买 等到靠近这边 修正正乖离靠近这边 要动作再来动作 好 再来 然后再来的话你看到荣誉 荣誉也是之前非常强的股票 它是一路往上飙飙到43.95 那这条线是什么线呢 这条线就是季线 所以你看它一样乖离拉得很大 而且高档有出量 所以的话虽然是有题材 但是这个时候就要特别注意 有题材涨很多的股票 容易会有获利了结的买牙 它题材是什么 它题材就是因为它合并的长荣物流 所以大家觉得它将来可能在承软业上面 会有一些帮助 而且前两个月的 营收是增加了149个百分点 OK OK 所以怎么个修正法 所以你看基本上面来 像短线上来讲 最近黑K是不是越来越多 对不对 所以你看这里有个小小的上升轨道 实际上是跌破了 所以你反弹上去说应该是要先出 等到拉回来的时候的话 靠近景线附近这个地方 也会渐渐接近这里的时候再做承接 好那透过了荣运 我们来个 请惠子姐来个小教学 因为呢 如果担心她 惠子姐教嘛 这条季线 离太远会修正正法理 离太远修正正法理 因此呢 请问 我想要卖得更快 也许我买在这个地方大概32元或32元整 可是呢 看到上升轨道 哎呀糟糕了 小小上升轨道 一破掉了 而且呢 连续一上升轨道破掉 二连续黑K 我可不可以担心就在这 40块左右 就直接先卖呢 可以 可以 所以也不用照进买哦 只要讯告一不对 你就先卖一趟再说 没错 知道 好这个晓得了 再来好的呢 好 然后另外一种的话呢 其实呢 也是一样 没有说非常非常强势 但是呢 她已经先整理过了 有没有 拉回整理过之后的话 其实之前的话呢 外资一直在卖 但是外资卖归卖的话 却也卖不下去 为什么呢 因为又有另外一群人在买 什么另外一群人呢 投信在这边一直在做低借 好 所以这种股票的话呢 你看 它一样的话 季线的位置就在这边 有没有 它已经先回到季线附近了 所以这个地方就有机会打底了 所以的话 你就可以在这附近 来去做操作 基本面立下 基本面的话 其实第四季的单季的EPS 已经到1.42元了 所以成第四季开始出现了逆转 然后第一季有涨价 那下半年 我们有机会会开放火门 可是下半年 有机会开放火门 你依旧认为 不会是利多出境 我认为不会利多出境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数字 还没有真的反映出来 懂这意思吗 就是因为你开放了之后 那个时候的数字会出来 你会有基本面的数字搭进来 所以搭进来的时候 它那个时候才会开始反映 它的基本面的数字 讲得真好 你看外资 这个地方是沿路卖 竟然卖出了 高点有过 低点没有破 这个季线也有守住 原来另外一个工程 是投信在卖 所以外资卖 你丢投信减 投信减到低点不破 高点有过就成功了 对没错 好 再来下一档 下一个华航也是一样 但它稍微弱一点点 所以的话 短线上你看 它就是在这个乡行 也就是说 你在这个附近的乡行 靠近低点的时候可以做承接 那我觉得它也是会打一个脚 打一个脚之后 其实有机会 慢慢去反映下半年的解封 消息面 对 消息面上面来说 它第一季 也是有新的货机加入 那一样也是开放边际 那再来的话 投信也是一样在这里低接 所以外资卖 但是投信买 那我觉得这地方 他们买的应该就是 下半年解封的题材 这就是我们常常在教导 当土洋对坐 你还是可以找到赢家 最不好的就是 土洋对坐上不去下不来 可是土洋对坐 投信买外资卖 变成这样 那就投信赢了 如果外资卖 投信买 长成这样 那就是外资卖赢了 而华航跟长荣航空 是投信买赢了 对 没错 没错 讲到了华航 赶紧为您插播最新的消息 这个礼拜好 真的是标准的配息周 董事会一开了 法师会一讲了 都把配息配多少 告诉大家 华航去年EBS是1.67块 计划配息0.83元 0.83除以它今天的股价 26.3我们算一下 0.83除以它的股价26.3 股息殖利率算出来 3%太少了 对 但应该没有人会期待这个 因为以它来讲 它去年前三季是很惨的 连第四季EBS还开始跳起来 所以大家对它的期待 应该不会在那里 航空股是赚价差的 不是来报长赚息的 对 应该来讲 大家是买下半年的转机 那另外那个的话 就是货柜才是要去赚股息 所以这个是赚资本利的价差的 你看3%的股息殖利率 光扣掉刚刚的 庆隆的2.8的通膨 没有了 白钻 好了第二页楼 那这个IC设计呢 架空股尾声跟转架压力大的 转不掉的都空了 对这个里面的话 很多IC设计 那里面有分两类 第一种的话呢 就是架空 在慢慢的现在 架空已经接近尾声 所以这一类型的股票 都是之前涨比较多的 但是要注意短线上来说的话 那可能有一些转弱的迹象 那第一个的话就在质源 那支援的话是做高速传输的IC 然后它的数字来说 第一季的获利也会蛮好的 那今年的话产能也会倍增 但是呢 你要注意 它的卷资比的时候 有没有 它其实卷资比是在这里的时候最高点 然后所以开始架空 有没有 那架上去的时候 它原来卷资比最高是到六十几个百分点 但是在最近到昨天为止 已经下降到四十五个百分点了 所以你要注意 卷资比高的股票的架空 它不一定要等到时间结束 它不一定要等到融卷回补那一天 如果它架在前面 但是卷资比开始往下的时候 你就要注意 这个架空的气势 可能随时都会结束 您知道为什么这个三月份 四月份也一样 常常会浮现的融卷 被迫强制回补 那是因为股东会召开前两个月 再加个几天融券 借股票在卖的那些的人 你要被迫强制回补 因为人家股东会要发纪念品 要发息 是要把股数给统计出来的 因此卷资比就是融券除以融资 达到最高点 没想到架架空已经挂到这了 回补之后空头 18号回补 对嘛 18号这么一回补 空头不见了 多头就没力道了 对 而且通常回补之后 就会停资券 所以停资券后 又会减低一些多方的买盘 那再来的话 创围也一样 它的卷资比最高 是大概在42个百分点左右 现在已经下降到39个百分点 那3月22号回补 所以你看 它先发动的这个嘎工行情 它就可能在卷资比 开始下降的时候 它的行情就会提早结束 所以这两类的股票都一样 是好股票 但是呢你就不要短线上去追高 通常要等到它停资券之后 那个时候震荡打底的时候 再去做布局 好它是高速成熟的晶片创委 导入苹果笔电 三月份业绩都不错 但现在是打筹码战 对没错 好再来 那另外一类话也是IC设计 就很多人在问的 这一组为什么这么惨 因为的话呢 IC设计里面 不管是高价的也好 中价也好 基本上今天就是全面倒 基本上全倒 好那这里面的话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呢 有一些的供需吃紧的状况来说的话 已经到了高峰 也就是说有可能渐渐的供需吃紧的状况 没有像之前那么紧俏 以前呢是供不应求 需求DEMAND这么多 这派只有这样 可是呢 不好意思 因为我一直生产 一直生产 一直量产 然后已经来到了 差不多供需balance平衡了 就没有供不应求的情况 对 所以其实很多IC设计 我都在反映这些 为什么呢 因为第一个PC的部分下来 手机的部分下来 NB的部分下来 那加上最近的话 又加上大陆的这个封城 大陆封城的话 大家觉得供给需求 两方面都会有影响 所以你的供需平衡 来自于DEMAND往下掉 DEMAND往下掉 然后的话呢 对目前来讲是这样 SURLU是不变的 SURLU来讲的话 目前大家担心的是 应该是封城后面的效益 但是你可以看到的话 就整体来说的话 从系列开始 一直到连发科都是如此 在反映的都是 大家担心需求往下掉 所以这个情况的话 等于你的供需 最紧俏的时间过去了 那么就会造成什么现象呢 本益比在高本益比 就要往中本益比下修 所以的话呢 系列为什么这波跌这么多 因为即使到今天 如果他赚八十块钱的话 假设我们估计 你有到八十的话 那其实他的本益比呢 还是在三十倍以上 也就是说从高本益比 调整到中等的本益比 下修本益比 所以这个是高价IC设计之前 跌这么 最近跌这么多的原因 观众朋友呼吁一下 就是临终刚刚解大盘 为什么美国的纳萨克 跟肺斑跌很重 因为科技类股都在修正高估值 所谓的高估值 就是本益比过高 因为本益比呢 是股价出于该公司的 获利能力 EPS 对所以从三十倍以上过高 修正到二十五倍 修正到二十倍 这就修正高估值 对 ok ok 好来继续讲 那所以话呢 这都是属于上面的这些高速传输 其实是相对于产业来说能见度高的 但是下面这一些的话 就是属于产业上面来说 供需的高点 有点过去的 这里面包括一个类比 IC 另外一个还包括驱动 IC 也是如此 那系列现在的走法来 对所以现在的走法来讲的话 其实他就是一阶一阶一阶的往下掉 所以反弹就是要做减码 所以的话合理上来讲 对所以的话基本上来说 他虽然很弱势 但是反弹的话还是要出 反弹还是要出 那这个的转价 那这个的话也是 他其实已经转价开始无力了 为什么第四季的毛利就已经先下来了 那第一季的营收的话 又比第四季低 这表示什么 当你营收规模更低的时候 其实你的毛利率 又进一步在下修压力 帮我们解释一下 敦泰是做驱动晶片 包括你手机电视 都需要驱动晶片 才会看得清楚 驱动晶片是必备的 所有的科技新品 请问他要对谁转 他要对谁转价产品的价格 但是转不过去 才会让自己的成本太贵了 自行吸收 然后获利也被压缩 转价谁 转价他下游的客户 包括手机的客户 包括笔电的客户 对不对 刚刚已经讲过 目前的话 手机的需求再往下 那我要把这个东西 转价给你的时候 而且金元代工 他目前还没有降价 那我要转价给你的时候 但是下游需求又上来 但需求又下去 这个情况下 你转价不出去 就有牺牲毛利率 也就是苹果手机 三星手机 OPPO 中国大陆品牌手机 里面或者包括笔电 这些等等平板 都要有一颗驱动晶片 驱动晶片 我本来现在一块 要涨成六块 不好意思 大家不买单就买别人的驱动晶片 不发转价 你就牺牲获利 对那毛利一旦下去的话 对获利的影响通常会非常的大 因为的话当时你涨价 毛利上来的时候都多转的 你现在毛利下去也是一样 会吐得很快 所以的话 这就是电子股比较弱势的原因 操作 所以操作上的话 就是非常弱势的反弹 因为基本上 他之前就是领跌的股票 但是你看在这个区间里面的话 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底 但是事实上已经快要有点破底的迹象了 所以我觉得短线上来说 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 这里有一个缺口的平台 现在压力已经下降到这边 所以基本上反弹应该要站在卖方 趋势偏空 反弹要卖 IC设计 这全部都IC设计 在IC设计 以您的演判 修正将会持续 会持续 好 感谢惠子姐 非常谢谢您了 这一大类呢 有点可惜 因为全部都是偏空的 归纳一下 感谢惠子姐帮我扫描航运 航运呢 不好的请小心哦 生命限制现在这儿 股价长着长着不知不觉 越长越高了 正乖离太大 往往会做修正哦 所以呢 你如果埋在低点 正乖离拉大是要卖的 像包括了慧阳 还有荣运 但另外一个呢 有什么好怕的 外资你狂卖吧 外资卖 竟然卖出了 高点有过 低点没有破 因为呢 有另一股 比你更强大的力量 投信站在买方 所以呢 外资卖不下来 当然就会抗跌了 像是长中航空 跟华航 但第二页 还是设计呢 两个力空 一个呢 空单慢慢的 打空接近尾声 所以就没有 多头力道在往上了 因为没有空单的 回波买盘 像包括了 支援 创围 另外一个呢 哎呀 我成本也好贵 我卖出这一颗的晶片 我要涨价啊 三块变成六块 你涨 人家客户要买单啊 没想到 第一个 包括了科技端 像是新品啊 中端需求 手机啦 笔电啦 平板等等 现在的这个销售量 递减 需求也在下滑 所以呢 你要涨价 弹河容易 所以涨价 如果不容易 再加上 这个陆陆续续 高价股 逐利的出厂 就会形成了 供需不再吃紧了 转嫁压力大增 细利 敦态 就会往下滑了 还会继续底了 惠子姐说 他们处于 弱势反弹 如果稍微谈了一下 你是要卖 不是买哦 以上结论 惠子姐正确吗 完全正确 感谢您了 进广告 回到讲讲之后 下一个题目是 世界各国 越来越多国家 美 欧 日 中 都一样 大家努力地 拉高自身国家 的半导体 自制绿 一条龙 从上中下游 全部自己做 就算他们现在 导致坚坐不到 但台湾 制造代工事件 No.1 我们都不用害怕吗 真的 无害吗 事情想的 不要太简单哦 佩珍告诉您 我们独家剖析 该如何来面对 已经知道的 现在跟未来的压力